2222年,由于某国过度排放核废水,世界彻底被核辐射污染,空气环境质量积聚下降,植物动物业发生了严重变异,泽门只能艰难地生存。 看完了,外面全是毒气、酸云、核辐射,真出不去了。 一点废水而已,问题不大,你看这雨水淋在我身上,好比真差,那是谁在家里吧? 那数天后,家里将会多出两具白骨。这是防护服和氧气背包,穿上它再出去试试。 还真是,那咱们找点食物回来过冬吧? 核辐射下的瓜果蔬菜肉全都变异了,解决核危机还得靠博士,咱们过去看看能够帮忙。 博士,解决危机有办法了吗? 来得恰是时候啊,盐州河废水变异由于,门外有破旧的抓怪车协助你们。 博士想的真是周到,要不然这巨型由于非把我们吞了不可。 而且,双弯车不是破旧问题,是损坏问题啊。 太心愿博士了,让我拿出班手来检查检查。 哦,原来如此,这个临界方向有问题。 看,舒服成功。 不愧是工程师在试。 低调低调。 糟糕,我的氧气快耗尽了,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完成任务。 巨型由于出现了,一条腿都快比我整个抓怪车都要大了呢。 表妹,看准时机,轻住它。 大小,成功了,抓住了,快,我们回去继续,不然一块氧气不足就完了。 没想到这由于还挺温顺的嘛。 我还以为,扎塔要分一番功夫。 不是,我们把由于抓回来了。 奖励两盘鱿鱿肉,还能够补充氧气。 哦,对了,质地和辐射还需要食人花之夜。 说那,这肥美的鱿鱿鱿,我最爱吃烤鱿鱿了。 小妹别,喝沸水里的鱿鱿,你也敢吃啊。 那老六,我真的服了,哦。 先把氧气补充好,找食人花之夜去。 食人花位于废弃和工厂深处。 遍地的小食人花和酸麻草。 噢,倒是这一草新牧种,可以带回去研究研究。 这些小食人花一直蓝路太烦了。 但是我看到这些食人花了, 就在前面,快拿出针头,只能给它抽个血。 可是它战斗力太强,我还没靠近它就能把我弄死啊。 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,我们要智取。 哦,对了,鱿鱼肉吃了之后,会头晕中毒。 而酸麻草吃了能够麻痹身体。 我们合成酸麻鱿鱼絮,给它吃下。 成功麻醉,再给它来上一针。 糟糕,氧气耗尽,来不及了。 博士,这是你要的东西。 怎么满身伤痕,这些武器和充氧气拿上。 是博士的吗? 什么事业,感觉而不是休息,我这就去拿来小命。 小表妹糊涂啊,怎么能够低估这些乌鸦。 我就知道末日的乌鸦不简单,居然还会吐毒液。 而且这动作灵敏不怕子弹和弓简。 真的,我印象中,乌鸦之类的鸟都会害怕火光耶。 不如,我把这子弹拆分成火药,你拿来和弓箭做成火焰弓。 我感觉能行,强力火焰弓弹弓落成。 哇,你下次就把乌鸦吓跑了,下次我们在屋顶去做个大火板。 不是,乌鸦全部赶走了。 很好,现在就差制作进水机了。 这个简单,不就是一些矿物质吗? 但就是哪里简单啊,矿物质在森林深处,你看这可怕的病人。 拼了,我们现在有武器,冰来降挡,水来吐烟。 这些变异人还挺不堪一击的,一下子就打倒了。 幻视俱备,就差制作进水机了。 打工告成。 一个进水机是不是有误解? 这明明是马桶。 咳咳,不许你等着看。 头鱼盒废水,每一伙就生产出纯净水了。 但是这个马桶行程也太多人了。 有就不错了,现在就等博士解决核辐射了。